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中国连接世界的窗口 本集 考察队将进入地势平坛的广东 走进我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所在地 开平 探寻碉楼的前世今生 抵达佛山 揭秘桑基渔塘如何凝聚古代先民的生态智慧 前往广州港 寻找连同世界的港口千年不衰的秘密 奔赴港珠澳大桥 感受世界第一跨海大桥的雄伟壮丽 北回归县穿过的中国南部地区 为何会呈现出如此繁荣富庶的景象 这片充满着无限生机的乐土 为何成为良性生态循环的远范呢 沿北回归县自西向东 大山逐渐远去 越过广西和广东的分界线 地势陡然开阔 考察队的第一站来到了广东省开平市境内的 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群 这是北回归县省唯一的华侨文化世界遗产项目 在这里考察队遇到了开平级华侨树菌 二十多年来 他带着相机游走于开平的乡间田野 为碉楼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在开平碉楼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 正是他拍摄的碉楼影像打动了评委和观众 使开平碉楼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一千八百多座开平碉楼 成在了开平一百多年的桥乡文化 至今仍有不少村民生活在碉楼中 在水浮镇的崇礼楼 何树菌拜访了这座楼的主人何邦金 在这位老人家里珍藏着开平唯一一份 民国时期的碉楼村落规划图 何邦金老人已经在崇礼楼里生活了五十多年 在他的记忆中 村贤是民居 村位则是碉楼 这种村落格局与开平的历史有着重要的联系 地处北回归县的开平 属南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 地势低洼河网密布 曾经洪水泛滥 匪盗横行 鸦片战争结束后 大量开平人出国谋生 寻求发展 为保护家人平安 他们在海外节衣缩食 共同集资 为家乡修建起一座座 兼具防洪防匪功能的碉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文奇观 下一站 考察队将从开平继续向东 穿过江门 考察队将前往被誉为千年花香的佛山市城村镇 北回归线上的珠江三角洲 日照充足 气候宜人 温暖潮湿的海洋季风 从南海吹向陆地 将这里打造成植物的天堂 佛山陈村镇 是中国最大的花卉种植和交易中心之一 这里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雨量充沛 为各种植物提供了极佳的生长条件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陈村花团锦簇 花香四溢 种类繁多的各自花卉 在这里争齐斗艳 尤为难得的是 陈村占据着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 是珠江三角洲的核心枢纽 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河岛 先进到广州 然后从广州再分散到全国各地 古代的时候 它由于陆路或者其他的交通不发达 很多恐怕都是按照这种小河道 去汇集到大河里面 勤劳的陈村人 把百分之九十的耕地 变成了花的海洋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花商 在陈村停下了脚步 由陈村镇政府投资建成的花卉世界 已然成为全球性花卉交易平台 如今 鲜花把陈村镇装扮成了 中国最具特色的小镇之一 人们在这里享受 被回归线上的阳光和雨水 同时也获得了鲜花经济所带来的财富 陈村花香 不仅仅是珠三角经济圈中的重要夜环 更是一个国家级旅游圣地 每年吸引大批的游客来此观光游览 智慧的陈村人 没有辜负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让被回归线上的这片土地 一年四季都展露出五彩缤纷 繁华富足 生机昂然的景象 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所创造的奇迹远不止于此 一种传承了数百年的生产经营模式 被人们视为循环经济的典范 直到今天仍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 这就是三鸡渔潭 告别陈村镇 考察队沿着环城高速公路行驶 近一个小时就抵达了距离陈村大约三十多千米的龙江镇 这里有一片规模巨大的 这一张往下的斤能打多少鱼大概 一般来说一万斤的八千五斤左右了 考察队也了解到 佛山位于北回归带上 丰沛的降水给这里带来了充足的水源 从唐代开始 无数中原百姓因为战乱逃难至此 带来了先进的耕作经验 他们在低洼的水则为低住宴 养殖鱼虾 利用唐鸡种植桑树 桑叶可以养残 排出的残沙用来喂鱼 糖泥则运上岸肥桑 这样一来 栽桑养残养鱼三位一体 桑 残 鱼 泥 形成环环相扣彼此依存的生态循环链 这种生态农业在几百年里 择一代又一代里南人 是这片土地一直保持着鱼丧肥美 新鲜向能的繁盛景象 这是在博山流传已久的龙舟说唱小调 它是诞生于珠江三角洲这片水乡泽国的 一种特有的民间艺术 因为表演者往往手持雕有龙舟的长棍而得名 在说唱艺人声韵优美 挥鲜有趣的曲调中 蕴含着人们与水有关的生活片段 水给福山人带来了财富 也诞生出别具一格的龙舟文化 每年端午节 在福山的村落里都会举行龙舟赛 张家培是龙舟队的一员 曾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龙舟赛事 每天集训结束时 他都会选择划独木舟回家 学校师你好 你好 平常都是怎么回去啊 划船 现在划船回去 这种独特的出行方式 与其说是一种训练 不如说是它满含着 对这片水香的深深依恋 这一片片千末纵横 汪洋自似地铺陈于天地之间的丧鸡渔滩 经过人们数百年的精心耕耘 成为北回归线上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它所带来的循环农业模式 无污染的生态环境 在它诞生数百年之后 仍然体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和独特的生态价值 而因此带来的中国骚思业的蓬勃发展 更为整个世界带去了一抹柔润的亮丝 下一站考察队将前往 佛山顺热区的轮教街道 普通的桑蚕丝 在那里化身为祥运世界的丝绸真品 这就是香云沙 一百多年前 闪着珍珠光泽的丝绸真品香云沙 一经诞生 便风靡世界 这是一种中国独有的奇特丝织品 它的传奇之处在于 桑鸡鱼塘出产的生丝 与河道中无污染淤泥 植物鼠粮 三者碰撞在一起 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诞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丝绸产品 香云沙 佛山轮教街道茂蝶之年的梁珠 是香云沙燃整记忆的传承人 世代生活在珠三角腹地 由于年事已高 梁珠把这门手艺传给了他的儿子 开工前 厂子里的老师傅要查看天气 香云沙的燃整过程必须躲避下雨天 在确定近期不会降雨后 工人备起了植物鼠粮 熬制枝叶用于浸染 充分浸染后的丝绸 要平复于草地进行晾晒 晾干之后要再次浸染 这个过程需要重复18次 丝绸的颜色便逐渐由浅入深 它这个必须得晒在草地上 它晒在这个杆子上空中不可以是吧 不行 凉的晒了就凉变得黑的 晾晒之后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涂抹河泥 把出产于河道内的淤泥 均匀地抹在丝绸上 再经过太阳的曝晒 香云沙便诞生了 这香云沙啊 这上面为什么涂这么黑肤肤的一些泥巴呀 整个染整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涂完泥巴还叫做香云沙 泥巴里面富含的铁离子 跟我们天然染料那个薯囊 产生化学反应 它就会形成一层薄膜 在那个布上面 所以做完洗好之后 这个黑面就又亮又黑了 考察队已了解得知 珠三角河道中的河泥 是香云沙诞生的关键 那么这种泥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佛山地处珠江水系入海口附近 其主干流西江 从广西的崇山峻岭游出 途经数百里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 河床下细润如沙的泥层 逐渐沉积 形成染至香云沙的重要原料之一 河泥 古时 桑鸡鱼塘 向世界贡献了珠三角的生态智慧 今天广东人永利朝头 利用这里合乎密布 水网纵横的天然有力条件 开创出新的灿烂门迷 离开佛山 考察队进入北回归县 中国段上最大的港口城市 广州 这里建有北回归县上高度最高 规模最大的一座标志塔 从化北回归县标志塔 这座标志塔占地面积1024平方米 塔高23.5米 均用花钢研气成 塔身像一枚宇宙火箭 塔顶有一象征太阳的铜球 是用26块6毫米厚的铜板贴制成的 铜球直径为120厘米 正上方有一圆形小孔 北回归县正从这里穿过 每年夏值日的正午 太阳光线经过这个圆孔 产生立竿不见影的奇观 据从化北回归县标志塔40多千米 就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枢纽港 广州 广州港航道共有数十条河流与之相连 这些河流又与珠江水系的众多水道相通 大批海内外户在这里周转 数百年来 广州港从最早的黄浦港发端 到现在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主枢纽港 广州港 这个被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 东方发祥地的千年大港 见证了珠三角的金济堂飞 共同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 令人瞩目的迅猛发展 如今在距离广州一百多千米的海面上 一座创下了多项世界之最的国家工程 国之重器 掌珠澳大桥 又把前进的步伐 迈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